各位好 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 胸外科的乔贵斌医生 发现肺部节节以后 提醒大家 一定要重视复查 为什么要复查 就是要动态观察 这个节节的变化情况 来进一步明确它的性质 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节节不变化 基本就是良性的 但是如果节节 它在往大变 就说明它是有生长的 很可能就是肿瘤 我昨天出门诊 看到了一个挺可惜的一个案例 就是一位35岁的一个年轻男性 身体很强壮 身体很好 他在去年疫情期间 因为发烧 那么就去做新冠的排查 做了一个胸部CT 发现肺里面有一个阴影 大概是一点几公分 但是呢 他发烧就是一个普通感冒 很快就好了 好了以后呢 他就没重视 工作也很忙 就忘记了去复查胸部CT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看他当时拿到医生的病例 还有CT报告上面明确写的 短期内复查观察变化 所以他就忘记了 因为他身体很棒 没什么不舒服 一直到今年 大概四月份 他体检明确的报告 有一个肺部的肿块 所以呢 他才跑到这个医院里面 做胸部CT 结果一看 这个节节明显长大 由原来的一点几公分 长到了现在的2.5公分 所以这样的一个判断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明显长大 肿瘤的可能性了 就非常大 可以说90%以上就是肿瘤 所以就做了手术切除 最后病理诊断 紧润性的腺癌 幸运的是 08节一个都没有转移 幸运的是全身没有转移 但是不幸的是 错过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知道肿瘤 它的恶性程度 还有它的复发 还有它的转移 是跟肿瘤的大小有关系的 就是说 比如说小于一公分的肿瘤 治愈率可能能达到90% 就切了就完全治好 但是可能到了两公分 就只有80%了 所以一年的时间 观察长大 很明显 大了很多 这样的话 治疗效果就没有以前那么好 如果第一次发现以后 它在两三个月的时候 一复查 发现这个肿瘤没消失 甚至有点轻微的变化 当时就做了手术 可能比一年以后再做手术 效果要很好很多 当然我们期待这个年轻人 效果能非常好 期望它永远不出问题 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发现了结界 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复查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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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